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在伯克莱书评底下呢就有一句很有趣的话 说真正强心脏的应该是他老婆吧 对啊我想想也是 如果你有一个另一半 他做着一个相对高风险 也不能说高风险 我们一般世人认知的高风险的行为或职业 比如说他一秒上下就是几十万 一局可能动辄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这样子的损益 他身边的人应该要心脏很强吧 那我就在想这件事情 我想说比起他的另一半 那他Ryan Wu 吴绍刚的爸妈应该更加抢心脏吧 所以后来呢我就无意间发现说 其实Ryan Wu在致富抢心脏这本书之前 他还有跟他的爸妈合著了一本书 叫做教养的赌局 那虽然说是合著呢 比较像是商周的资深记者 尤惠玲 他把他跟他爸妈之间的口述的内容 整理下来成一本书了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看完的第一个心得 就是说天哪 这个文笔比致富抢心脏好太多了 毕竟这个专业还是有差嘛 由这个资深记者所记录下来的书 当然会比非专业的人写下来的书 读起来更加的精彩而且流畅 所以这本2010年的这个教养的赌局啊 他这本书基本上就在讲说 吴家他们怎么样养出这样子的小朋友 然后以及他们教育的理念是什么 以及当时的一些时空背景 那所以这本书其实它是个三方的视角 就是吴绍刚的视角 还有他爸妈的视角 用插序的手法来讲这本书 那题外话 这本书同时呢 其实也是商业 这个商周他们第一本的自制书 这本书的开头啊 它就是从2009年的欧洲扑克锦标赛 吴绍刚打入世界第七开始说起 那其实在当年 虽然德州扑克已经在世界风鸣起来了 可是在亚洲还是相对的没有这么多人知道 所以这个陌生的亚洲棉孔 唯一的台湾人 瑞门悟 他打进这个锦标赛的时候 就迅速的掀起了一阵旋风 大家在问说 这个年轻人这个亚洲小子是谁 我觉得他相对来讲 其实他着重就在讲一个点 就是说当孩子的选择的人生路 跟父母的期待有巨大落差时 做爸妈的应该是如何是好 那比较多的层面是在讲爸妈如何是好 当然小孩子的一些 他怎么样调试跟怎么说服爸妈也有提到 可是我觉得重点还是在讲 这个爸妈的部分 琢磨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 每个世代都会有每个世代的价值观 跟不同的抉择 那当世代转变的时候 对职业的想象当然也不太一样 父母都会希望自己的子女找一份 他们觉得是安稳的工作 但一方面我们要思考的是 这些看似安稳的工作 公务员 教师 银行行员等 这些工作 在未来的趋势里面 它仍然是一个安稳的工作吗 第二方面 如果你对你自己有追求 有想要达成的理想目标 那是不是也会需要一点探索的时间呢 在这一段姑且称之为寻找自我定位的过程中 又是谁去支撑这个人的生活呢 沟通是双向的 我觉得藉由教养的赌局这本书 我们可以从父母的层面 以及孩子的层面 分别来思考这件事情 我觉得父母的层面呢 第一个我觉得 Ryan他们的爸妈做得很好的一个地方 尤其是他的妈妈是 时常的跟他的儿子保持 畅通的沟通管道 当然 这个吴妈妈 他心里也曾经有过这种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他看到Ryan在德州布克 找到他的热情 而且越做越好 那第二方面 他还是有他世代 所要去面对的一些挣扎 比如说 德州布克是不是一种赌博啊 那他是不是都在一些 很昏暗的角落里面去进行 那如果Raymond输了 他是不是就会放弃 就会回头了 心里面他也曾经有过这种黑暗面 就觉得说 要是他在某一场比赛 输了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 那也许他就会去尝试这些 我们认为比较正常的职业 Raymond妈妈做的很好的地方 就是刚刚提到的 他们保持了一个畅通的沟通管道 不过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 Raymond从小就去美国念书了 所以他一直是一个小留学生的身份 那妈妈知道说 在这样子远扬的情况下 如果想要实时的了解 儿子的心情变化 以及了解他现在在做的事情 势必是不能用管教的方式来去进行 而是要像是朋友一样的方式 才有办法跟他保持一个相对良善的沟通管道 我相信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都会到某一个阶段觉得 不想跟父母讲你内心的想法 或者是你正在做的事情 心里总会想说 哎呀反正你也不会懂 懒得跟你解释那么多 或者是说反正我跟你讲了 你也不会支持我 所以导致很多人呢 其实对父母的态度呢 要么就是这个直接撕破脸 或者是说呢 更多更常见的是表面顺服 但是暗地里做着自己的事情 那如果这时候父母没有办法了解你的小孩 陪伴你的孩子 这才是种下一切风险的因素 讲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们看到许多社会的案件 或者是无差别的杀人案件 在案发之后 许多的父母都不知道说 当时加害人他心里在想什么 以及为什么他的小孩 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加害人 而这也是身为父母的一个难题 在书中呢 Ramie的爸妈提到说 就是吴绍刚啊 他在到美国之后 在学校里面 他常常跟他妈妈分享说 哎好奇怪哦 为什么在美国的老师啊 都知道说他们在想什么 或者是他们想要什么 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要怎么样的处理 那这时候 他妈妈就发现说 哎 其实美国的教育 老师会去注意 每一个孩子的行为 跟他们沟通 比起像老师 更像朋友 那老师呢 也从来不会要求他们 要怎么做 或者是替他们 下任何的决定 而是他们要有自己的想法 勇于尝试 师长呢 只是作为陪伴他们的角色 让他们学习做决定 也必须要为自己的决定做负责 给了吴少刚的爸妈很大的启发 他们也用了跟老师相同的概念 一路上不为他们做任何的决定 但是呢 也和他们讨论 教他们如何收集资料 分析 给他们意见 但是呢 从来不会为他们 下结论 因此造就了 他们除了是父母的关系以外 还是他们小孩 很好的朋友 纪伯伦在先知里面提到一句话 孩子是经由你所生 而非由你创造 又说 如果你是公的话 孩子就是闲上射出去的飞溅 希望父母去理解 孩子的生命是属于他们的 那他们要往何方 要何去何从 父母亲除了支持跟祝福之外呢 其他的也就只能交由孩子 去自由发展 你或许会羡慕吴少刚的爸妈 很开明 吴少刚的妈妈 是Ryan 很好的朋友 你或许会这样 羡慕他们的 一个相处状况 那你可能也会 怨叹说 我跟我爸妈的相处模式 就不是这样子的 那如果不是这样子呢 可以怎么做呢 其实呢 我也没有一个很好的解答 那或许可以先拉开距离 慢慢尝试 我想多数小孩 跟大人最大的价值冲突 在于说 小孩子呢 也就是我们这辈的人 做决策 更多的可能是价值的主导 因为我想获得某些价值 这个价值可能是成就 机会 理想等等 所以我可能选择创业啊 或者是转职 那父母的决策呢 更多是在于风险趋毙 他们难以忍受 孩子要面对可能的危险和失败 所以往往啊 是极力劝阻 双方是从一个完全相反的观点 来看事情 所以这样的争论 其实非常难有共识的 除非有一方 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出发 试着去满足其需求 很多时候听过一句话 也就是呢 要改变别人 其实改变自己 会相对容易 尤其是我们父母 比我们多活了那么多年 他的行为或思维 早就已经僵化固化了 想要改变 他们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你想要真正的转大人 那或许你才是应该扮演那个 从对方角度出发 试着去满足对方需求的那一方 那怎么样有效的 让爸妈放心 然后满足他们对于 风险上的担心呢 你如果要说服对方 首先你要做出改变嘛 像是在教养的赌局里面 Raymond的妈妈 知道她从大学就开始打扑克 打德州扑克 那其实她一开始也想说 哎呀这个就是玩一些筹码嘛 或者是虚拟的钱而已啊 又不是真的钱 那有一次呢 Raymond就不经意跟他打赌说 妈我如果我能可以赚到一百万 我把一百万存下来 妈妈这时候呢就说 好啊 如果你能存到一百万 我就再给你一百万 因为她想说 这小子肯定做不到嘛 后来某一次的见面呢 这个Raymond就从 提了一个运动袋 然后里面打开来 是三万多块的美金 然后这时候她就说 妈一百万 最好的说服器 就是你做出你的改变 因为尤其是 当你还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或是像父母伸手的时候 那你怎么能 期望对方 把你视为一个大人呢 当你口口声声说 你要创业 或是你要转职 或是你要追求你的梦想 但是呢 同时你又需要他人的资源 或者是仰赖他人的金援 那对方又怎么能 把你视为一个独立课题 想要说服爸妈 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出成绩单 并且分析风险 表示说 我其实是已经有思考过这些事情 比方说 中文界很有名的欧阳立宗老师 他原本是一个国文老师 后来变成一个freelancer 以及之前有去上过 百灵果节目的欧爷老师 他原本是一个企业讲师 但现在变成一个stand up 战役喜剧的演员 所以赛出营收 往往是最直接的方式 比方说他们两位分别都 不约而同提到 欧阳立宗呢 他毕竟是做老师的嘛 那这个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范文 他当他说他要离开 去做自媒体的时候 爸妈当然是非常的不放心嘛 所以他自己在他的节目就提到说 他那时候他就开了一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就卖了非常多的钱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单 欧爷呢 只是分享说 后来他在做很多的内容都放在YouTube上分享 那爸妈其实也不懂YouTube 就说做这YouTube能赚钱吗 怎么样子的 这时候呢 你只要一句话 把你的YouTube后台数据打开来 看到你的这个 先不认这个厂商业配嘛 就光看到你的广告分认有多少钱 我相信这个就非常就具有说服力了 爸妈搞不好还会鼓励你说 哎你你可以多开一点YouTube这样子 所以几个应对的方向 如果前面提到说 爸妈这一代 他们希望的是风险的区别 爸妈怕你们不知道 这件事情是有危险 那你就提供你的风险预估给他 比方说停顺点的设立 说哎我给自己多少时间 一年两年的时间来创业 或者是来做这个自媒体 那如果我失败的话 我就回去上班 或者是我转换跑道找不到工作 那我就去上班 那同时呢 时间的停顺点之外 你可能也给爸妈一个金钱的时间点 作为一个停顺 比如说哎我准备了十五万三十万的钱 那这个钱烧完了 我就回去找一个正值的工作 或者是你认为正当的工作来做 一方面呢让这个风险有一个明确的范围 那二方面呢也可以让父母感受到说 哎面对这个眼前潜在的危机啊 并不是只有他们在瞎操心 你自己也有考虑过这样子的可能 以及你的预备的方案是什么 那第二个就是爸妈也很常挂在嘴巴上讲的嘛 就是啊你这样你能力不行啦 你没有那么强啦什么的 那如果你能力不行 你呢就展现你的计划给他看嘛 这个也是很多人很弱的地方嘛 因为要谈理想要打高空 就是非常容易的 可是你说不清楚你要怎么落地执行 以及你在不同的阶段你打算怎么样的执行 甚至是你连你的房间都整理不好了 那你能说你能做好什么事情呢 这点在教养的独居 其实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 Raymond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也有段时间过得蛮 颓废蛮迷烂的 他有一段时间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但是后来他再接触到德州扑克 好一阵子之后 甚至他回来还开了这个德州扑克的学校 他爸爸就感觉到非常的不同啦 每天呢是这个早睡早起 固定的时间去运动 甚至还成为这个扑克选手的教师 他的爸爸也提倡提醒他说 你作为人师表啊 要给予他们正确的价值观 要作为表帅等等的 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 你呢好好的拟定一套执行的企划 比如说想要创业 你就说钱的资源哪里来 资金的缺口怎么补 你找了哪一些人 甚至你把这个企划书 商业企划书列好 搞不好一部分的钱 还可以跟你爸妈讲说 诶我现在只差多少钱 就是请你们这个支持我这样子 除了以外呢 你的伙伴怎么找 然后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个 最小可行性的商业模式 当你的方向越明确的时候呢 就算爸妈听不懂 说这些太专业的细节 可是他可以感觉到说 诶你对这事情是非常well prepared的 然后非常有自信的 非常有规划 那这个方式其实就非常有用嘛 因为他们就算 没有办法真的听得懂 可是他们也感受得出来说 诶你这些很认真的 这一次是不一样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什么 最后一个就是说 诶如果最后你真的失败了 你有没有一些plan b或者是变通的方案 因为作为一个理性的人 我们在做任何尝试 并不是百分之百一定会成功的 而是说你已经想好说 如果失败了 你的退路是什么 你的应变方案是什么 不但证明说 你其实已经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 同时你有能力去承担这样子 可能失败的冲击 如果说这三点你们都已经想好了 也就是说呢 提供你这个风险上的评估 然后展现你的这个执行计划 然后最后就是说 如果真的失败了 你的应变方案是什么 我相信有这三点之后呢 在对于这个理性的父母 如果你认为他们 还是理性的状态下呢 我相信他们会 慢慢能够接受 甚至了解你的想法 最后呢 也许有机会 他们会转而支持你的梦想 Raymond在书中反复强调呢 他觉得作为一个职业的扑克选手 有家庭的支持与否 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成功的因素 当然这一点我不确定 是不是必然的关系 不过呢 在书中 有一幕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 就是他爸妈 真真切切的接受他儿子了 也真真切切的接受 他热爱德州扑克 以及作为职业选手的一个事实 那就是某一次他的餐玩 参加完海外比赛的时候呢 他爸爸妈妈 帮他办了一个 比赛归国的百人派对 然后找来他的亲朋好友们 一同庆祝 那在这过程中呢 他的爸爸其实也 受到非常大的压力嘛 因为当比如说你要订一个场地 那餐厅可能说 这是一个什么活动 那提到德州扑克的时候呢 或许某些人还带着 有车的眼光 就婉拒了他 不愿意提供这样子的 场地给他们 同时呢 在找来亲友的时候 他爸妈也势必经过了一趟 内心的自我说服 我该怎么样解释这件事情 而他们其他人 会不会有什么一样的眼光呢 我又该怎么样面对 所以最后 当Raymond真的来到这个场地 看到他的亲朋好友 尤其是他的爸爸妈妈 这些长期陪他一路走来的人 站在他的身边 支持他的时候 我相信 这是作为一个 孩子 最原始的渴望 那就是接受到 父母的认可 以及肯定 人如果能体验到渴望 那么人就能体验到 生命力 也就能 与自己深层的理解 和连结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说书分享 欢迎追踪订阅 在苹果Podcast 五星评论 让我们一起 养成品味 面对人生 更加冲容应对 拜拜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